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证券已经放在上次见面的餐厅 所有有参与的朋友都可以得到两张 有些朋友说下次我自己去那里吃东西 那里的环境都不错 你可以联络Sabrina 或者直接上去餐厅 另外我们接下来在这个星期五 在王国的凉煲王 有一个撑黄店 这是因为撑黄店 跟珍姐一起搞的 鼓励大家去黄店消费 那我就说了凉煲王的名字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 其实我以前有两次网聚都在那里搞的了 那就是一家老牌的王店 食物的质素都不错的 那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 就早点跟我在这个节目下的联络方法报名 人数有限 地方有限 那就是 未来的星期五的一点钟 那我们做个直播节目呢 那我们可以直接跟你们的偶像Sara聊天 那我们可以在那里问问题 但是如果大家不出镜 镜头不会拍到你的 所以放心 我还会有少量的这个证券 新闻守护者是送给大家的 还有就是 我的patreon的支持者 我会有限量的 就是这个 我本《金色为盛》的第一卷 就是我第二本书 是送给某一些被选中的 以及他们回答了一些问题的朋友 你知道在patreon那里 我就做一个 互动的一个游戏 不是说答中的 因为这些问题没有答案 大家如果参与和热成 以及有些VIP的MEMBERS 他们就可以得到我这本书 以及我的签名 如果你有兴趣 就一次过 星期五一点钟 我们见面的时候 我可以带一些书给你 另外其他朋友也可以 买我这本书 我会带少量去的 就是这几样东西 我们很快就说 现在香港的新闻 所有的东西 都是用so what去形容 才可以 我不想太深入去讨论 是浪费这个时间 至于美国的正程 我在节目里也深入 否析过很多次 这个方向是没有变的 我要说 今天的题目 其实说这个全盘西化 是有感而发 是和现在的美国的情况 也很有关系的 现在我在这里看到 我要尽量在YouTube 和Patreon之间 得到的平衡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 我自己 要摸索一条路 或者叫做摸杀一条路 我没有说过 我是放弃了YouTube 不过暂时来说 我将我主力的万不同集 全部放在Patreon那里 以作为一种鼓励和发展的方向 我觉得没有问题 今天我这个节目 我也是用这样的做法 但是在过去那边之前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要叫做一个节目简介了 只是说一点内容 现在其实我们的自由民主国家 全部这些制度 都是由西方那里来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西化的结果 我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 如果没有经过西化 它完全是百分之百纯本土文化 有哪个地方可以 独立自己 发展了一个自由民主的政体呢 如果你找到一个 我就说你很厉害 那好了 说到这里 YouTube的朋友 大家忍耐一下 我们很快就会再跟大家见面 我接下来的部分 就在Patreon那里展开 YouTube朋友说一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